你去跳舞这件事情董女士是知道的 她基本上不知道 你是瞒着她去的 对 为什么呢 她最讨厌的就是我跳舞 董女士 你刚刚一直说她有很多的恶习 跳舞算不算其中一个 算特别大的一个 如果说你是正常的去跳舞 或者以健身为目的 我也不会这么极力去反对 就好像去探听说 我觉得那舞厅里都是这样 就没有说真的纯粹的去跳舞 你干嘛非要当这种昏暗场所 非要跟人家女人去搂搂包包 交易舞 什么叫交易舞 两人跳的舞 那你干嘛非得要去跳 因为广场舞不是多的什么 你喜欢跳舞 我不可能跟老太太去跳广场舞 那你又不可能去跳舞 我绝对跟她谈牌了 我说我老婆不相信 咱们把这个 这个五万节这种关系 剪除掉 我以后我也不可能再跳舞了 如果我不把舞 戒得彻彻底底的 她肯定还是会不相信我 肯定要给我离婚 但是我要求她离婚不离家 我想她给我机会 我相信 我努力 她会跟我复婚 确实要证明 我没再踏进 这个跳舞的地方一步 对我特别好 真的有时候离婚了 她反而觉得 这个家是重要的 回去买菜 回来会做饭 就是能赔我们的时间 她都不会去干其他事情 我那时候藏头发 头发会比较酷 她说你去做做营养吧 我说我做一个头发 营养两百块钱 没事 我挣钱就是给你花的 就是有时候白天干活 就会比较累 她就是能把 真的一个人能分开了 用那种感觉 就觉得我要努力 去把这个家管 就特别积极努力那种 那两年 我们不是做生意吗 手里也有点钱了 我说想买个房子 她就是用她所有的积蓄 就用我的名字 因为离婚状态 买了一套房子 她所有的付出 感动了你 对 复婚了吗 嗯 复婚了 16年 看到丈夫在情感上 出现游离 董女士果断地离了婚 而正是这份果断 令杨先生 及时认清了自己的错误 杨先生用积极努力的态度 成功挽救了婚姻 而看到丈夫如此付出 复婚后的董女士 也非常肯拼 她不但和丈夫 一起经营家里的两家店铺 还另外找了一份 保险的工作 可是令她没想到的是 当她在奋斗的路上 披荆斩棘之时 一股舆论的旋风 会向她席卷而来 而始作俑者 就是丈夫的二嫂